大家好,这是珍珀天空新闻台联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577集的播出 节目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吉祥天女的心咒 我们期请根本传承大家持 期请吉祥天女放光主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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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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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yseo,Simon Iman,Meguang Lin 还有金冠蛋 还有水莲,Jun Wei Fong Dame Moe,你好 永莲,Elysean 这佛曲很漂亮的 先把她的音乐关掉 看看上一集同门的留言 Enna OO得到了梅花证书 还有这个谁 Elysean,修行次第很重要 只有资良道、加行道、修道、修进道 从前有介绍到修行的几个次第 Richard Jun帮我们整理 昨天的资料我要整理很多 佛理必须要不但明白开悟之外 还要去实践 然后要远离种种不正的见解 然后有断箭,长箭,斜箭,箭举箭,箭举箭,箭举箭 她都把它查出来资料 什么叫三写脱门也写出来了 已刑事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忍尘埃 是六祖禅师的一个祭 好来看看今天要讲的资料 也是比较深一点 那希望大家能够把它 把它一起大家一起研究好了 那昨天介绍到禅机对禅机的 第一篇文章续文 续文第一天 昨天一天都还没有讲完 因为最后的两段是 整个续文的精华 也是整本书的精华 那师尊你要怎么去读禅机对禅机 师尊在上个礼拜六礼拜天的开始 说你要读懂这本书 一定要学心经的 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 无所得 毕竟都是这个 现在拥有的是让你一时暂时的 但是毕竟这个生命结束了 因缘结束了 也得到的东西也会变成空患的 就是简单来讲 就是无所得 要用无所得的这种境界来看禅机对禅机 会对你有所帮助 那禅机对禅机他讲说 他其实是印证到金刚经的两大口诀 是哪两个口诀呢 一个是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因作如是观 那一切有违法 大家 这个金刚经的记大家都很熟 可是呢 我最近读这个 这本书叫做巨舍论 因为谁说上师都要读五部大论 他在看巨舍论 那个巨 今天还有人问我说 这个巨舍论是谁写的 那个世亲菩萨 世界的世 亲人的亲 世亲祖师 祖师也写了论 佛典有经律论 那论是在解释这个佛经佛典的 那这个是代表小秤一切有 有没有的有 一切有部的代表性的著作 也是学佛的出击 如果呢 巨舍论你看得懂的话 很多佛学的名词就看得懂 问题是 我在打开巨舍论的时候呢 没读几句就有出现 就一个名词会出来了 什么叫对境 对不对的对境界的境 就是你所相对的一个现象 眼睛的对境是什么 就是看见 就是色相 对不对 耳朵的对境是什么 就是你的声音 那这个鼻子的对境是什么 就是闻的这个特性 所以这个对境是 每一个器官所相应的功用 功能的现象 所以你看 你读一读 等一下又出现了什么字呢 出现了色法 什么色法你以为是好色吗 不是 是因缘所忌讳的一个现象 就是因缘合合的 那个又出现个心法 你以为 那个学武功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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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一些技术 对不对 学武功 那个要什么心法 是不是 心法 他是讲什么 心灵上行为所造作的 一些功用 是心法 等一下读一读 又出现了一个世界 那世界不是指这个大同世界 这个世界 不是是意识的世界 世界又是什么意思呢 从人的心理的意识里面 所幻化出来的一个虚拟的境界 所以你这个这本书里面 有很多的名词 那你所以 读这个书要读得很快 那如果你读得懂的话 你包括师尊里面的文章 我先喝一口水 包括师尊里面的文章 你会看到很多名词 你以为把它跳过去 其实呢 这个 这个 你自跳过 发现 这个书里面 你只要跳过一两个名词 后面写的东西 你都看不懂 一定要把这个第一个名词 第二个名词搞懂了 你后面的那些结论 也就懂了 所以你读金刚经 他讲说 两大口诀 一切有为法 那你后面几个懂啊 像梦幻泡影 你做梦 梦到你去飞 梦到你捡到黄金 梦到什么喜欢的不喜欢的 结果呢 醒来一场空 对不对 如梦幻泡影 如露玉如电 你们有看过露水吗 这个 在西雅图 早上 我五点多就要起来 踏着清晨的露水 然后呢 要走到真弘蜜月 去做直播 清晨就看到旁边的草地 挂满了像钻石一样的露水 然后呢 做完直播之后 再下来 草地上的露水 已经干掉一大半 那个露水也是暂时的 如露意如电 因作如是怪 好 一切有违法 那你知道什么叫有违法吗 你说啊 大概就是 你现在的 这个暂时的现象 有违法是什么 因缘所聚合 所有的万事万物的现象 叫做有违法 你知道有违法有多少吗 两本据色论都写不完 这个是上册 这是下册 据色论都在讲有违法 有违法有什么 我最近要查到一个资料 叫十二处 这个十一十二 十二 那处是 处是 居处的处 处所的处 十二处是什么呢 你的六根 你的六臣 眼耳鼻舌身意 然后色身相畏处法 这两个加起来叫十二处 这个都是有违法 是暂时的因缘聚合给你用的 所以有违法它的范围很多 所以等于说你在这一身 你所聚合的因缘 所聚合的这个象 都是暂时暂有的 所以金刚经 暂时有的 所以金刚经它的两大重点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禄亦如电 因作如是观 这里实在很热 所以一直喝水 一边跟你们讲直播 一边喝水 好 所以你明白了这个记 你去看禅宗 这个 这个 禅机对禅机 对不对 那你用这个观念 去看禅机对禅机 那你才不会被它故事骗了 好 第二个呢 是什么 第二个 也是讲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破四相 这两个呢 是金刚经里面 很重要的口诀 这两大口诀呢 就是 就是这本书 在印证的两个口诀 这个 这个 这个叫破四相 无我 没有我 然后 没有人 没有众生 没有受者 受日受命 就是说 没有自己 没有对方 没有周围的环境 众生 还有 没有时间 跟空间 哇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帮大家找到资料了 是 师尊在讲 圆绝经 当年 师尊在这个西雅图 讲圆绝经 圆绝呢 就是圆满的觉悟的经典 这部经是在讲空性 那里面的有一句话 那里面的有一句话 释迦摩尼佛讲 说 如果你不懂得 这破除这四个执着的相 破除这四个执着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人相 无受人相 那你修法 修得很精进 然后呢 你自己又修很精进 但是不破四项 终身不得成就 越精进 越不成就 修法是白修的 所以呢 有的人他就很会讲道理 可是遇到事情就吵架 有的人呢 心地 他认为心地很好 也做义工 也做很多的善事 可是遇到执着的时候 他就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 所以呢 为什么道场不合 为什么人事不合 那包括这个 这个境界都 要把它破除 所以呢 他讲说 在圆诀经里面讲 唯一多文 增长我见 他认为自己 听闻了很多佛法 知道了很多知识 可是呢 也当作是自己的知识 自己的筹码 知识就是力量 用知识去欺负人 只有我懂 你不懂 只有我会 你不会 那知识越多 越骄傲 对不对 所以唯一多文 增长我见 但当精进 降服烦恼 要这个精进 去降服自己的烦恼 其大勇猛 然后呢 但是呢 他没有断除 这个 如果没有 没有断除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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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项 对不对 我项 人项 众生项 受者项 你只是这样子精进 会有进步吗 是不会的 所以师尊讲到说 这个 所以师尊讲的 原诀经里面要去 这个互相 归映 你要看这个 残疾对残疾 那里面 那里面残疾对残疾 这到底呢 他禅师在讲什么 有时候是无厘头的 有时候呢 他讲话 是重复的句子 有时候讲这个 有时候讲这个 有时候突然讲到大自然 有时候跟你讲 不可能的东西 那 他的境界在哪里 你要先有 原诀经的 这个 或者 金刚经 讲的这两个 记得 两个记得 这个观念 你去看这个 残疾对残疾 会比较容易 去接受 去理解 他的概念 所以 佛陀讲说 障碍我们 自己的 这个 清净的决性 就是因为 我们有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奏者相 师尊讲 假如你能够明白 这个我本身 也是空患的 那么 今天就没有 毁谤你的人 因为你正的 我空 那自己 最后 这个证明到 自己也不存在 所以师尊在 那个 卢圣燕的哲诗 这个师尊的书讲 什么叫生命 他说根本就没有生命 你也没有生命 我也没有生命 那 这个话好像 不是活着吗 怎么会没有生命 这生命也是一死的 也是暂时的 毕竟也是没有 像我妈妈 这个 19 这个不是 2011年 2011年的 3月11日 往生 对我妈妈来讲 她现在是没有生命的 那她过去有生命 都是一死的 暂时的 师尊的妈妈 也是 这个 你们很多人都见过 师尊的妈妈 对不对 我们叫 孙玛 现在是孙玛菩萨 她的生命 也是曾经来到地球上 然后生命结束了 再回到天上 所以这个生命是什么 也是暂时暂有的 所以呢 能够正德 这个我空 本身是不存在 是空 根本就是四大假和 这个就是明教 所以师尊 因为正德我空 所以就讲什么 就讲 就是说 连生活佛四个字 都是明相 然后 所以师尊讲 不能想自己存有的 要天天想自己没有 所以讲 天天想自己是没有的 那自己就不会有烦恼 所以师尊常讲 在月球上 什么叫做 善 什么叫做恶 地球上 月球上有善吗 有恶吗 善恶 是非戒律 是对人跟人 你对万事万物 相 这个 相 相处的时候 那你要去 忍辱啊 要精进啊 要去调和 可是这些外在的环境 都没有的话 你还要去对峙 这些东西嘛 所以师尊常常问我们 月球的东西 师尊讲说 这个 如果知道 我空 就没有毁谤自己的人 若知我空 就无有毁我者 所以师尊讲 讲这个 一个 师尊解释 金刚经里面 释迦摩尼佛 常常讲的概念 为什么释迦摩尼佛 他 说他没有说法 如果有讲 释迦摩尼佛说法 是毁谤释迦摩尼佛 大家都在看这个公案 得不对 汇君现在在讲读书后 但是如果有一天 我跟你们讲 我没有在讲经 我没有在讲读书后 你如果讲我在讲读书后 你就是毁谤汇君 当然我还没有资格讲这句话 但是释迦摩尼佛 他当年 在讲金刚经的时候 对所有的弟子讲 我 这个 释迦摩尼佛 对不对 他说若人认为我在说法 这个是棒佛 佛陀根本没有说法 说法49年 根本没有说 这个让人家想不出来 明明释迦摩尼佛说法 49年 为什么 又讲自己没有呢 所以这个就是要讲到 空性的概念 我空的概念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你讲说这个天空 这个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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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外面 怎么样 这个天空有多大 这个天空 你上面的天空 这个台湾的天空 西亚图的天空 纽约的天空 日本的天空 你讲了很多天空 天空会因为你讲而增加吗 天空会因为你讲而缩小吗 那佛法就像虚空一样 就像天空一样 佛法本来就在 天空本来就在 不会因为你讲它 它就变大 不会因为你讲它 它就变小 所以呢 释迦摩尼佛 他这个师尊讲 他说这里面有很高深的思想在里面 妙法本来就存在于宇宙之间 从来不增加也不会减少 你一定要有这个概念 然后你去看这个禅宗的公案 你才会去明白 那因为在讲禅宗公案 就会举到这些例子了 从来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 你说了也是等于没有说 这个师尊讲的 这个真理本来就存在于宇宙之间 今天你说了不会增加 不说也不会减少 所以佛陀他第一个印证了这句话 说等于没有说 所以佛陀讲他根本没有说法 这是师尊为我们大家讲的答案 让你自己想都想不到 为什么释迦美佛根本没有说法 原来法本来就在 你说了也在 不说也在 那说法的这个人也是空性 也是我空 对不起一直流汗 今天故意给他流汗 所以呢会一边跟你们讲 读书会直播 一边流汗 一边卡汗 那反正呢 如果讲说自己有说法 那表示自己还是有我像 所以呢在破我像 破我像里面 师尊就举例子了 释迦牟尼佛根本就没有说法 师尊也根本就没有说法 师尊来讲 如果有人毁谤他 对不对 那毁谤 被毁谤的这个人 如师尊也不存在 毁谤这个人也不存在 毁谤的事情也不存在 毁谤的时空也不存在 这样子就是破四相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如果你有这个概念 以下你在看残疾对残疾 你就会比较明白 祖师他的意境在哪里 哇 这个同门留言 妈姐妈请问 病业业障水子灵 这些问题 持什么咒最有帮助 任何一个咒能够让你心专一 就有帮助 那你如果你要念 如果你病业还很重的话 有时候念地藏经 或者尊圣咒 或者百字明咒 都可以 让你专一 就是对你最有帮助的 然后呢 再来 好了 病业 病业 业障 那跟佛性有没有关系 现在问你啊 问你每一个问题 那你现在知道 我相 不要有我相 不要有人相 不要有终身相 不要有受者相 对不对 有一天你临终了 你要走了 可是你生病 病没有好 你说我念佛 我念佛 念了一辈子 临终的时候还生病 病业还不会好 那病业不会好的话 我是不是表示我还有业障 我还有业障 我怎么往生佛国 所以呢 你要活着的时候 你就要明白 病业跟佛性有没有关系 那生病了 是不是佛性也生病了 所以呢 我常讲一个例子 连登上师 他病了 他因为肺腺癌 在医院 病了很多年 对不对 可是他在病床上 静坐打坐 最后还是成佛了 所以病业跟佛性 有没有关系 你问你自己 对不对 病业归病业 佛性归佛性 两者不相干 你去看这个天边的孤心 所以呢 你们要念经 要念就要消业障 有了业障 承受了你的痛苦 对不对 那个是因缘 所以你要忏悔 过去的业障 对不对 可是呢 在禅宗的世界里面 病业归病业 佛性归佛性 两者不相干 你用两者不相干的时候 去看 所以呢 你反而要认取佛性 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 这个认取佛性的过程是什么 好 林志弦 如果 真火命愿 所以真如愿 如果真如愿 所以修不动命亡 妈妈你把这个中文写好一点 我看不大懂这个意思是什么 好 张登云 上任心咒的功课 好 张妙柔 SK露 好 还有这个贼 正如愿有修不动命亡 这是什么意思 我看不大懂 隐心亮亮 开雪比较慢上来 没关系 那个 Katy Branagh 张树珠 这个 Diamond Lisa Jan 甘风利 还有 莲花旋风的功课 Marjani Mark 莲花汇芬的功课 我功课都做很多 Karen Lee 永梅来 成人和师兄 王国会贴来了 高王金 还有上师行咒 那你这次贴了17位 干部的功课 谢谢大家 Lin Weijan 美美莲花 莲花玉莓的功课 Ju Wei Lung 单单对 因为今天的资料比较多 所以我的名字 功课就念快一点 好 那个 这个谁 你在念 你在问什么事情 林志贤 你问的问题 暂时不要回答 因为我不知道 你在写什么东西 好 张登云的功课 好 所以呢 残疾对残疾 师尊很慈悲 把他的中心思想 告诉大家了 接下来呢 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一篇 叫做重复的句子 你知道说 师尊在讲笑话 他讲笑话 每次说法 开始要讲笑话 如果不 不讲笑话 真的是不大好笑 所以这个 不是不大好笑 所以那个 要讲笑话的话 让大家本来 因为我佛学 有很多的名相 那这个名相 不跟你们解释 又没办法 所以 这个要解释了 因为我好像又很枯燥 所以中间穿插一些笑话 可是笑话里面 他又有残疾 对不对 我今天看到一个笑话 他说那个山上 派出所的院子里面 跑来一只小猪 那把警察种的菜 都把它吃光了 然后呢 这个警察大了 就要把小猪 嫌疑犯 抓到歹徒 嫌疑犯抓出来 然后给人家认领 对不对 然后呢 认领了 如果给人家吃了多少菜 要赔给人家 可是呢 主人没有来认领 于是呢 警察就把这个猪 就一直这样养 那后来养到200公斤 哇 还没有这个 还没有人认领 所以呢 大家就决定 把这只 这个嫌疑犯杀了 把这只猪杀了 那刚杀完这个猪 准备要分这个肉的时候 一个老头子 就来到院子里 说 我家犯的错 我家的猪犯的错 你抓也抓了 官也关了 判也判了 那只死刑 也死刑了 麻烦你 留个全尸给我吧 所以这个将来是老的辣 对不对 那个让人家免费给你养猪 小猪养到200公斤 然后人家杀好 你要来割刀 要来割成果 对不对 哇 这个所谓 这个饭桶在机关 高手在人间 本来这个已经结束了 结果呢 这个时候 派出所 出现了一个自身的警察 那了解了 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 跟这个老头讲 根据法律规定 认领尸体 必须是直系亲属 或者法定带领人 而且还要DNA 来 给老大哥抽个血 去跟猪做比对 所以老头直接晕倒 所以这所谓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你要收割人家的 你要去算计人家的 人家也会去 跟你这个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人家也会拿对策来对你 你要去认这个猪 你要拿出DNA 是猪的直系亲属 所以还是 这个猪还是归警察的 这是一个笑话 所以笑话里面 其实也有他的残疾 那师尊 接下来这篇文章 一开始 师尊就讲这个残疾 他讲什么 重复的句子 为什么禅词里面 会有这个两个人的对话 你讲ABCD 这个也讲ABCD 这个讲1234 这个也讲1234 他们是在搞什么东西 搞什么东东 S.K.Hall 对不对 金刚心忏悔法 圣伯经德 你的功课 赤利够的功课 廖金禅师姐 Jelice John 还有这个 这个 江灯云的功课 重复的句子的含义 那师尊讲说 他说有讲这个笑话 他说 人不是听电话 他讲嗯怎么样 嗯同意 嗯嗯两个字 就是很好 嗯嗯很好 这个你要不要 嗯嗯是很好 嗯嗯嗯嗯嗯嗯嗯 意思嗯嗯嗯就是便秘 好 他讲 呜是哭 对不对 呜呜 哇 是大哭 这个就是阿飘 那个哈是好笑 哈哈是很好笑 哈哈哈哈 一直哈哈是神经病 那这个是一个笑话 是重复的句子 那十尊讲说禅师 他们也会讲重复的句子 有两个禅师 这个一个A禅师跟一个B禅师 A禅师去拜访这个B禅师 因为那个B禅师 它道行比较高的 A就去拜访这个B了 A禅师呢 就是问 好 这个我看看 这个A禅师呢 去拜访B禅师 B禅师呢 就访问这个A禅师 这个比较有经验的 就问这个比较生疏的 这个就问说 那你说什么是佛法的大义 大义是大小的大 然后有意思的义 佛法的 什么是佛法的大义 各位同盟 你们归了几年 五年的 十年的 二十年的 三十年的 对不对 你为什么会归真佛中 那你学真佛秘法 为什么要学佛 啊学佛是做什么 学佛是做什么用 你说学佛改运啊 学佛让身体健康啊 学佛让小孩子读书聪明啊 学佛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的从走 对不对 那你也没有认识佛法的大义是什么 你学了哪些 你为什么喜欢学佛 真正佛法的大义呢 你学佛当然你是变成佛吧 对不对 难道你学佛了不想成佛吗 只想安于现赚吗 只想赚钱吗 你赚钱赚一世 这次过了之后又怎么样 所以学佛的大义是什么 对不对 你一定要解脱烦恼 那那个 你要开启智慧解脱烦恼 那那个 要明白释迦摩尼佛 佛陀的思想 要去实践 那要自度要度他 然后要决心圆满 最后成佛 佛法的大义 对不对 他有三十七道平 对不对 要修四圣地 八正道 然后要四成组 五根五立 佛陀修法的内容 有很多就是佛法的大义 那所以呢 这个比较厉害的禅师 这个A禅师去拜访B禅师 B禅师就问你 那你修法你修什么 你佛法的大义是什么 结果呢 这个比较年轻的这个就跟他讲 吴云森林上有月落波星 这个高高的山岭上没有云 以上我们去那个彩虹山庄 对不对 那彩虹山庄的海拔比较高 他要走那个East East 90 这个高速公路 越走他海拔比较高 到你要到彩虹山庄之前 你会看到很多高山 高山上有雨 对不对 如果高山上没有雨 那天天气很蓝 很清蓝 很湛蓝 天气很好 阳光普照 高山上没有云 对不对 那他就讲 高山上没有云 吴云森林上 山岭的岭 那有月亮 落在这个水波 水波的中央 有月落波星 水波的波 星是心脏的星 这是一个水波 一个湖波的中央 有月的影子落在那里 好好讲完了 佛法大意是什么 对不对 这个B问A 佛法的大意是什么 佛法的大意 无云森林上 高高的山岭上 没有云 有月亮落在 那个湖水的中央的波星 好好讲完了 有月落波星 所以你稍微要有国学的知识 然后 你会觉得他牛头不对 马嘴 应该讲 世圣地 八正道 学佛 戒律 对不对 如果你讲这个东西了 那你就太没有水准了 你就太没有禅的境界了 对不对 那你这个讲 回答这个问题 跟我刚刚介绍的两个 无我像无人像 无作人像 无所有像 一切有何法 如梦万泡影 如路易如店 这你能够联想到什么吗 在这个公案里面 我也没办法告诉你的答案 你自己去查 人家为什么这样 问这样子回答 慧君上师你白讲了 所以他讲了这个答案之后 这个禅师有没有很高兴 他眼睛瞪了大大的 头发白了 牙齿掉了 还做这种见解 你这个是老掉牙的 如何脱离生死 这个就是骂他 你头发掉了 牙齿白了 你修了那么久 还在讲 这个高高的山顶上 没有云 然后那个月亮 落在这个水的中央 还在讲这个 你白讲了白学了 哇 那这个听了之后 吓死了 他听了之后 啊啊啊啊啊 什么办了 那他就换说 那我来问你好了 他就 哇 求师父慈悲告诉我 他说 那那个 这个呢 这个禅师说 好啊 那换你来问我 那这个就说 如何是佛法大义 刚开始是这个 问他什么是佛法大义 他回答 现在是反过来问他 那如何是佛法大义 嘿嘿 结果呢 他的答案是什么 无云森林上 有月落波星 跟他的答案一样 嘿嘿嘿嘿 高高的山顶上没有云 嘿 然后呢 这个有月亮 落在那个 湖水的中央 啊啊 两个答案都一样 嘿 那为什么这个讲的时候 他说他错 他错 对不对 那 问他的时候 他为什么跟人家答案 一模一样 好 让你去参 嘿嘿嘿 让你去参 所以呢 你至少 可以把表面的意思 表面的情况 跟你讲了 对不对 表面的状态 那 为什么两个人 这个讲的不对 这个讲的又是对的 那到底对 还是不对 哈哈哈哈哈哈 好 这个就去参了 所以呢 所以呢 我这个 今天早上 两点起来 因为还有时差 所以呢 我看来这个 会去找一些资料 跟大家分享 那个密教奥仪书 第120 二页 我看看 有人问师尊 什么叫做开悟 翻案 我看看 密教奥仪书 应该是这本 翻错了 开悟是什么 对不对 那你都是 你学禅嘛 参禅 或者你修法 都是要为了要 明白真悟佛性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 我看看是谁问 师尊曾经问一位大师 什么是开悟 这个大致回答 佛性啊 就是我们的本来 灭目 然后没有生 灭 没有生 没有灭 没有来 没有去 如如不动 遍满虚空 充满宇宙 狠手本性 无有改变 不受污染 不起妄念 佛性 人人都一样 对不对 这个回答 这个回答不是很棒吗 对不对 结果师尊讲什么 师尊也问他 什么叫佛性 他讲佛性 不生 不灭 不勾 不敬 不真 不解 人人都就有佛性 来来来 讲一大堆 师尊呢 怎么回答他 师尊讲 废话一堆 废话 这个要用禅机 对禅机来回答 所以呢 这个 你要讲佛理 要讲明相 我告诉你 三藏十二不经 让你回答不完 可是那是 人家的心得 不是你自己 证悟的心得 所以 师尊讲你废话一堆 所以有人常常写信 师尊 佛性是无吗 是空吗 是法界性吗 是亦真 亦如实相吗 是真空妙有吗 你拿很多的名词 来问师尊 对不对 这个师尊已经告诉你 大家废话一堆 所以 使古人的亚惠 你不要拿别人的心得 不要拿别人的心得 来讲自己的心得 那是人家证悟的 对不对 那你自己证悟的答案是什么 所以呢 这个大师就 邓师尊一眼 也无可奈何 因为他根本不明白 佛性是什么 所以你看 这两个 刚刚 我再讲回刚刚那两个 对不对 他已经在讲答案了 他还 他这个呢 还讲到乌云身影上 有月落波心 对不对 他还讲到他的境界 那个大师是直接拿名词 来套用讲给师尊听 对不对 那这个有讲境界的 这样子回答的 这个师父还跟他讲说 你白讲了 你活了这么久 还学到这个 所以如果有人问你佛法大义是什么 你要怎么回答 对不对 那个境界要讲出来 所以残疾对残疾 他是讲已经证悟到的境界 不是要你回答一些名词 名相 所以有时候有人写信给师尊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讲很接近的 还差一点 为什么 所以讲说你要把他的原因讲出来 对不对 要把他的 你讲到说 无我 空 一如十相 为什么 你要把为什么写出来 你要讲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淫 对不对 那你明白分析的有为法是什么 你要把它写出来 要讲出来 你正悟到为什么有为法 是梦幻泡淫 对不对 他答案可能有很多 就像脸花微笑 他的答案 师尊就讲了两个答案 在分别的两本书 讲了两种不同的答案 也是跌破你的眼镜 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来得及讲 所以开悟是什么 虽然讲 在密教奥义书 开悟大公开 在跟你们介绍这本 里面就讲 你讲那些名相都是废话 对 不过呢 虽然是废话一堆 你要不要认识 要还是要 对不对 这个废话是蛮好用的 因为那也不能讲人家废话 那个是人家证悟的心样 要来印证自己 要来印证自己 有没有符合自己 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符合那些心样 有没有不足的地方 那是来印证自己的 但是你在回答的时候 不是拿人家的成果来回答的 这个差别就在这里了 所以这个碾花微笑的法指 我再举个例子 碾花微笑 我刚刚在历历圈书的第44页 静光的抚摸 静光的抚摸 对不对 那个师尊就讲到碾花微笑 原来碾花微笑 我看看 第44页 哦 翻到 静光的抚摸 然后呢 师尊讲什么 佛陀碾花 碾朵花 我这有没有花 碾念珠好了 他们说这个很像花圈 对不对 慧君碾念珠 同门微笑 啊哈 好 碾花微笑 在静光的抚摸 这本 这个文章里面 师尊猜这个公案 猜解这个公案 大穴夜 这个微笑 他看到什么 那佛陀就付心印给他 为什么佛陀偏偏给心印给大穴夜 然后师尊在讲大穴夜 因为知道花的过去 现在未来 知道花的空性 花的世界 一花一世界 对不对 一夜一如来 师尊在静光的抚摸 他讲了念花 念花 那为什么微笑 因为见证空性 这个是在最近的答案 可是你们晓得 在之前的 莉莉珍珠 现在又要介绍这本书 莉莉珍珠的答案又是什么呢 我那一段给大家听 来表现 禅师呢 他在讲 这个 在回答禅机的时候 有时候是用行动句来表现的 有时候用个大自然的 那个境界来表现的 所以在行动句里面 莉花是指 我们修行有指观双运 什么叫指观双运呢 你可能定于一 一直念咒 一直观 对不对 观到定了 没有念头了 念头止住了 止住了之后 就定在指 等一下呢 可能指没多久 那个杂念又过来了 你又开始在观 在修 在观修 所以就指观双运 所以莉花微笑 佛陀碾花微笑 就是指观双运 这个是师尊讲的 好 师尊讲的 碾花就是表示 离一切的言说 而显现出真实的 佛法的真谛 不用讲 用行动句来告诉你 这个 这个真正的 这个真理 这个用言语来表示 只是勉强的来 映射他的风貌 但是他真正的风貌 是不可说 是讲不出来的 只好用行动句 来告诉你 佛法的真貌 是什么 所以微笑表示 清静远满 清静远满 皆出如来藏 哇 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 碾花就是指 微笑就是观 碾花就是表示 离一切的言说 而显现真实的 这个佛法的真谛 而微笑就是表示 清静远民 皆出如来藏 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 好 讲完了 哇 好深啊 对不对 行动句里面 他把不可说的 用成行动句 所以在这个公案里面 如何是佛法大义 哇 那个山上没有云 对不对 谁的山上没有云 谁的湖水里面 有月亮的心在你那边 这个就是一种 这是一种比喻的境界 那他讲到他的境界 个人的修为境界 就好比这样子 对不对 那传师说你不对 但是他说那你来问我 结果他还讲这样子 那为什么 这个第二个要讲第一个 同样的答案 行动句 重复的句子 我的跟你一样 好 大家去参参参 参何以如此 参对的人 这个可以写信到回信中心 跟师尊报告 本人呢 这个残疾对残疾 残疾对残疾 我只讲师尊的答案 我不要讲我的答案 因为呢 我的答案也可能是错误 错误对 那讲师尊的答案比较保险 所以 而且呢 我也不想设限 说你们的想法是怎么样 跟我的答案一样 我觉得呢 这个是一种启发性的 所以 今天睡觉 每个人睡觉都去参 为什么 这个残疾跟那个残疾 两个答案是一样的 你们回去捏捏花 看看 吴小丽 哎呦 好深奥 对不对 不过呢 你今天听了好几个公案 你能不能觉得很有趣啊 SK 花开花落 元聚元散 那个是 花开花落 元聚元散 可是呢 这个 你再讲到 这个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也是有相应到那句 好 再来看 当初看的时候 也是不明白其中的奥义 现在也不了解 我告诉你 残疾对残疾 就是让你去参 参为什么是这样 当你在参这个 为什么是这样的时候呢 你在 在想这个境界 为什么是这样的时候 你的妄念 已经归于一念 气脉自动回流 所以呢 今天看到有没有时间 跟大家讲 禅中如何破 无始无明 哇 还有什么 Richard Jean 佛陀碾花 师尊说 因为大企业知道 花的空性 花的过去 现在未来 一花一世界 对不对 那Richard Jean 你贴的这个呢 是这个 静光的抚摸 师尊讲的 对不对 好 郑明达 Ben Lee 来来来 已经 密教奥义书女 再重新看 我真的刚开始 看的时候才18岁 小伙 根本不太了解 这个书就是要看很多次 才能够去明白她的奥义 哇 Richard Jean 功课 阿肯 这个乙心 诗人写的禅方面 像自己在修的法针一样 每本课本 遇到的人士 都是自己的心得 没有人偷得走 会上次再讲的 这个 这一段 能够体会 好 再来是Lithaline 那个Lithaline的功课 谢谢你 吴秀吉的功课 谢谢 丹书画 还有这个 林秀英的功课 谢谢 大家记得分享 在餐的时候 是不是跟禅定有关系 你餐久了 你也会禅定 这个就是餐禅 餐话头 破除无始无明 所以你今天 这本书 本来我在考虑 我要不要讲 但是我在西雅图 就跟师恩禀告 因为如果我不再讲的话 我不介绍这本书的风貌 你们根本没有兴趣 去了解说 每个好像都很深 会抗拒 会拒绝 不过你至少知道说 他的问题 他讲的题目是什么 你才能够去参 所以我自己介绍题目 还有介绍师尊几个答案 让你们去 有一个依循的 还有一个原则的 让我们大家来去 明白这个书的风貌是什么 A子大脑学 我是为了突破人生目的 解决生死问题 这个才是智者的行为 你们参透的人 写信到回信中心 来跟师尊报告 那你当然要买这本书了 或者去 Jembo Bredang去下载这个文章 甘茂莉要找自己去找 没脚行走吗 一直留言 骚扰大家 嘿嘿嘿嘿 每次都会有这个 这个是不是上次那个人 换了一个账户再进来的 嘿嘿 好 Diamond的功课 好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这段小时候看中国民间故事 每次和尚都会讲这个 嘿嘿嘿 好 这个甘茂莉这是读书会 那个你们在希望那个人不要骚扰 对不对 没有办法 要急气回向师尊 好 City Go的功课 谢谢你 Coco Joe你好 谢谢 还有Danny 要听好几百次才会明白 没关系 佛法慢慢看 你吃饭吃得太猛 也会噎到 你吃一口细嚼慢咽 那一口就是你的 好 我们来唱这个上师心奏 回向我们师尊 长驻世间 长转法轮 我来看这个音乐 好 设定一下音乐的 红咕噜脸神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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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制成的心 回向我们最尊贵的 哥们传上师 愿师尊长驻世间 长转法轮 这个师尊呢 在这个静光的抚摸 对不对 那篇文章 你还记不记得 书骂菩萨 对师尊讲了一句话 允许别人做自己 允许别人做你自己 对不对 为什么要允许别人做你自己 我们每次都认为 是自己很优秀的 有一天别人也超越过你了 那你怎么办 你会嫉妒吗 你会抗拒吗 或者有人毁谤你 那你会生气吗 所以呢 这个要有多大的心量 才能够允许别人做自己 那在禅师的世界里面 有允许别人做自己吗 为什么两个人的对话都一样 那自己跟他人又是什么 还有什么关系 也是值得我们去联想的 好 那所以呢 这个师尊接下来讲 就是刚刚那个公案已经讲完了 那师尊要暗示 大家这个公案是什么意思呢 有弟子问师尊 什么是禅机 师尊回答 禅机 有人问那个激光火火 什么叫禅机 激光火火火 说禅很禅 饥饥饿 很饿 这个是呢 他的境界 就是不正面回答 那因为已经看破世间了 所以他用他的境界来回答 不是他自己肚子很饿 所以禅师有时候是疯疯癫癫癫的 可是你不能学禅师 要疯疯癫癫癫的 因为那是见正开悟的人 才有的境界 你有的人学禅 学到狂禅 疯疯癫癫癫的 那什么事情 都神经兮兮的 疯疯癫癫的 那也不是禅的风貌 弟子问师尊 什么叫禅机 孙讲禅机 嘿嘿嘿 对 那这个图 跟刚刚那个公案一样 对不对 哇 好 那这个 弟子就问 师尊 我问什么是禅机 那卢书尊 你怎么可以回答禅机 嘿嘿嘿 是我要问你 阿姨怎么回答我的题目 师父问弟子题目 那 那个师父呢 弟子问师父题目 啊师父呢 用题目再来回答弟子 Curry嘿嘿嘿嘿 έχ 那答案是在这个题目里面吗 禅机是什么 quarterback 哈哈 那答案是在题目里面吗 嘿 你们去想了 Curry 弟子摸摸头不懂 又有弟子问师尊 耶 那师尊 你这本书啊 禅机对禅机 为什么它的标题 有一个小小的字 对不对 清花朵朵开 对吧 那禅姬对禅姬,为什么是心花躲躲开 诗人回答,有一首台语叫做心花开 又如何是心花躲躲开呢 诗人讲禅姬对禅姬 所以题目就是答案 答案就是题目 如果根据这个,是不是对 弟子问师父题目 师父用题目来回答弟子 哇,这个又是重复的语句 重复的语句 以什么开头 开头就是结尾 结尾就是开头 这又是什么 对不对 这个一个圆圈 这是一个汇君一个圆圈 你从这边开始到最后结束的地方 跟开始是同一个方向 对不对 这个题目就是开始 又是回来 要是我就用笔的好了 这又是他们的诗座回答这是禅的境界 禅的境界 那你的境界是什么 你如何去设这个境界 去展现自己的境界呢 去回答自己的境界 我告诉你 瑞学俊 允许别人做我们自己一样的名誉 权利 需要非常大的信量 好,水莲 允许别人做自己 还有对象 我告诉你 还有对象 对不对 如果你用金刚经 连对象都没有 我像人像 重复的像 受的像都没有 可是就是因为没有 才能够允许别人做自己 不能因为全部都没有 那你又进入完空了 那你就是什么都空了 都呆呆的 所以呢 为什么有无色界 这个天界有欲界 色界 无色界 修到完空 完全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也没有因果了 也没有我了 什么都没有了 也不知道怎么做人 就是正到完空了 好 感风力 是请佛诸世的 全部功德的回向师尊 这个 我们要允许别人做自己 感谢上师的分享 让我反省过去的思维 也让我原谅那些不允许我做自己的人 大家都是在修行的过程中 对不对 应许别人做自己一样的民运权利地位 一样非常大的心量 好 所以呢 这个残疾对残疾 为什么副标题是心花朵朵开 你是不是很开心 师父什么叫残疾 师尊什么叫残疾 师尊什么叫残疾 师尊我问你啊 什么叫残疾 你怎么这样子回答 对不对 对不对 那那个 师尊那个残疾对残疾 副标题 为什么是心花朵朵开 所以有一首歌叫做心花开 如何是心花朵朵开 残疾对残疾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在讨论残疾对残疾的公案 你有没有很开心心花朵朵开 是开什么心 开开开开开什么玩笑开什么心 为什么会开心 时间到了十一点 已经过了十一点 明天呢再跟大家这个分析 对不对 师尊给大家的答案 为什么残疾对残疾 会心花朵朵开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跟师尊唱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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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读书会 现在你会觉得一个头两个大 或者你今天睡觉的时候开始在讲 两个禅师,这个回答这样,那个也回答这样 那个讲禅师,这个也讲禅师 为什么会有重复的句子 为什么禅师对禅师是 心花朵朵开,开了哪朵心哪朵花 所以不要说破,你才会去参 不要去说破,才能够激发你自己去印证自己的境界 那答案也不要去执着答案 而是重点在于参,在于观 对不对? 我们感谢师父给我们这么好的教材 那在明天呢 会告诉大家,在禅师的世界里面 他们是怎么去观破自己的无需无比 原来是有办法的喔 那你今天睡觉的时候,你去想想这个公看 各位,谢谢学生给我们讲那么好的禅师 我给学生就一 爱的路,亚比,乖的乖的乖 明天晚上,联署的网络读书会直播 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再会 欢迎给我们按赞转贴直播 对这个按赞转贴分享 谢谢大家,拜拜